为期两天的2023年两岸关系研讨会 17号在四川成都举行 本次研讨会由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中心主办 四川城海峡两岸交流促进会承办 约会专家学者围绕两岸关系与民族复兴的主题 展开了交流研讨 17日上午 2023年两岸关系研讨会在四川成都开幕 中共中央台办 国务院台办副主任潘贤长在致辞中指出 当前两岸关系正面临着和平与战争 繁荣与衰退两条道路 两种前景的重大选择 岛内台独分裂分子 伙同外部势力借过境窜访 进行谋独挑衅 充分证明他们是台海和平稳定的麻烦制造者 台独分子窜每一次 台湾同胞利益就受损一次 两岸专家学者在大会发言中表示 两岸同胞要锚定两岸关系发展正确方向 坚持九二共识 勇敢与台独和外部势力做斗争 维护台海和平稳定 台湾的老百姓目前对民进党 处理两岸关系是不满意的 而美国现在要我们台湾 要延长兵役 要假想买军火 要建设成地雷岛 火药库 一步一步好像把我们也推向战场一样 这个事实上台湾老百姓都有警觉的 两岸关系研讨会是两岸专家学者 交流思想 启迪思维的重要平台 在本次的研讨会开幕式 以及大会发言的环节当中 许多专家学者都在激起地 为两岸关系融合发展 以及民族复兴建言献策 其中很多学者不约而同地 提到了一个关键词就是和平 不难看出 在当前的台海紧张情势 以及台独分裂势力 不断地挑衅干涉之下 如何维护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已经成为两岸学者 共同关注的重点议题 总台记者 成都报道